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 我现在是在纽约长岛 向大家通报一下今天美国的情况 今天在通报之前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 昨天由于这个视频的背景做了一个变化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有些网友表示挺好看的,挺喜欢 有些网友还是喜欢在室外自然的这样的环境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两天外面下雨 有时候一下雨一刮风,在室外就不适合拍摄了 所以说我就转到屋里来拍摄 然后前两天刚学会的抠图技术 所以说也尝试了一下,觉得挺好玩的 所以这个背景现在是,后面这个背景是合成的 纽约的天气其实有时候是挺头疼的 它的雨季特别多 虽然是一个北方的城市 但是它靠海,沿海 所以说下雨天挺多的 所以一到春天,有时候冬天也经常下雨 好,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今天的这个数字 截止到2020年5月1号12点20分为止 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110万5949例 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64087人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一则消息 受到疫情的影响 美国的不少州政府失业基金接近破产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导致裁员人数持续飙升 短短的6周内就有超过3000万人申请了失业救济金 这个惊人的数字不仅已经超过了经济大萧条以来 创造的所有就业机会 部分州的失业基金更是接近破产 至少已经有6个州通知联邦政府 他们的信托基金已经用光 可能需要向联邦政府借数十亿才能来支付失业救济金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业问题 由于州政府在缺钱也不能阻止失业者申请政府援助 向联邦政府借贷后 这些州未来几年可能会转而对企业增税 以偿怀债务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包括加州 康涅迪格州 伊利诺州 都希望很快从联邦政府拿到钱 以支持他们的失业救助基金 麻州 纽约州和德州官员也证实 他们已将预期中的贷款需求告知联邦政府 劳工部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就曾经公布报告 指这6个州的失业基金破产风险最大 他们没有足够的储备金来抵御经济衰退 如今面对大范围经济损失 可能还有更多的州需要向联邦借贷 有一位资深的分析师米歇尔 他说 很难想象到今年年底前 还有哪些州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向联邦借钱 潘森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研究报告写道 一直到5月下旬失业人数都不太可能跌至每周500万人以下 疫情大流行之前 每周仅有21万5000件失业保险申请案提出 专家预料失业人数可能还会继续攀升 因为3月份批准的2兆2000亿元联邦紧急纾困计划 扩大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从全职到兼职工作的人也都包括在内 从政治角度来看 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衰退和全国各地灾情惨重之时 4年前协助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战斗州 失业情况特别严重 并可能对11月的大选影响深远 劳工部资料显示 密歇根州过去5州有1%以上劳工申请失业福利 宾州有将近1% 俄罕州这种比率超过了17% 都高于全国16.1%的比率 几个选举拉锯激烈的州中 威斯康星州这种比率低于全国平均值 可是当地也有1%以上的劳工申请失业福利 对这几年来失业率一直没有超过3.5%的州 仍然是极大的改变 未来几周随着各州清理如潮永志而积压下来的申请案 数字预期会继续增加 而且只要餐馆 零售商店和其他非必要企业继续关闭 失业者就会继续居高不下 即使有些地区逐渐开放 美国的就业率也可能得过几个月或几年 才会恢复原状 可能使特朗普领导全国强劲复苏 以当选连任的大忌会落空 两党都企图把责任推给对方 特朗普自认抗议工作做得很好 把矛头指向民主党执政的州长处理不当 民主党准备利用未来几个月的竞选活动 把11月的投票变成对新冠造成的经济损害 以及政府的处置措施的全民公投 这个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消息 这次疫情对美国的经济打击可以说是巨大的 当然了这个打击不仅仅是对于美国 对于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大 只不过是美国的数据它比较开放 下面一则消息 跟抖音有关的 抖音以及海外版的TikTok 全球下载破20亿 疫情期间热潮不减 这个抖音在美国也非常的火 有一家市场调研机构 它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短视频APP 抖音以及它的海外版TikTok 目前在全球的App Store和Google Play 应用程式商店的总下载次数 已经突破了20亿次 凸显这个短视频平台 在面对全球健康危机 和来自美国越来越多审查之际的 受欢迎程度 有数据指出 抖音以及TikTok 从15亿下载次数增至20亿次 仅花了5个月的时间 印度是最大的成长动力 其次是中国 下载量分别为6.11亿次 和1.966亿次 TikTok虽然在美国 因为隐私和国安疑虑 受到政治抨击 但美国仍是第三大市场 安装量达到了1.65亿次 TikTok短时间内被大量下载使用 应该是跟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有关 大多数人留在家中避免外出 因此会更频繁的使用手机 寻找新模式购物 工作和联系他人 在这家 大家刷刷短视频 看看网上的一些消息 所以说也增加了 这样短视频的平台的这种流量 它的下载量自然也就增加了 好 我们看下一则消息 批共和党拒绝拨款 葛默称 再搞党派争斗 就是分裂美国 纽约州长葛默 29号再次抨击共和党 企图不给民主党州拨款救灾的言论 他说在这一次紧要关头 本应该是两党团结 共和党若继续党同伐异 就是分裂美国 民众在死去 在承受痛苦 你们却还在玩政治 此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诺表示 不会在下一份疏控法案中 救助民主党主导的蓝州 并建议财务困难的州选择破产 而佛州前州长 共和党参议员斯考特也表示 我们应该救助他们吗 这是不对的 葛默怒斥斯考特的言论 十分丑恶 谁是我们 谁又是他们 他的意思是 他们就是那些疫情严重的民主党州 而我们这些疫情较轻的共和党州 不应该去救助疫情较重的他们 这是多么丑恶的言论 葛默随后重申 多年以来 纽约州每年上缴国库的税收 比收到的联邦拨款要多出290亿元 但麦康诺所属的肯塔基州 与斯考特所属的佛州 每年收到的拨款 却比贡献的税收要分别多出370亿元和300亿元 这就说明是纽约州一直在救助这两个共和党州 这是事实 不容歪曲 葛默表示 目前国会通过的纾困方案 主要救助的是酒店业 航空公司等一些大企业 而将州府需要资助的消防 警察 医护等抗议一线人员排除在外 他表示28号的飞行表演确实鼓舞人心 但是这不能解决一线人员的实际问题 联邦政府能不能做点实际的贡献 例如帮助一线人员照顾小孩 提高他们的工资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葛默说 共和党人只想救助大企业 然后又由大企业给他们输送利益 我们则是想帮助工薪阶层 我就是想让人们看到 共和党这么做是谁在受益 他进而呼吁共和党在疫情严峻的特殊时期 应该把党派政治放在一边 民众在死去 在承受痛苦 你们却还在玩政治 民血官员应该为人民说话 他们的行为已经脱离了人民 在这种时候 在党同法医 根据党派来决定是否拨款 就是在分裂美国 葛默表示 美国精神就是在危急时刻互相帮助 他在记者会现场展示了一座 由各地捐赠的口罩组成的一面墙 这些口罩很多都是民众自己做的 就是在传递爱与帮助的精神 这才是美国精神 少点党针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是人民在领导这个国家 民选官员应该跟随人民 向人民学习 葛默一向都是比较犀利 也正是因为纽约州 是美国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州 所以说他说话也比较硬气 更何况葛默作为民主党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 一直跟总统特朗普 也是有很大的矛盾 所以说党派之间 这种纷争是有史以来一直都存在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像葛默所说的一样 这个时候再玩政治游戏 那就是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了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则 轻松的消息 佛州路口经县大鳄鱼散步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有一名女子上个月26号 开车前往朋友家的途中 行经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碰到了一只庞然大物 一个大鳄鱼在逛街 不仅导致交通堵塞 还一度朝他走过来 有一个人叫法兰西亚的 用手机拍下了这个难得的画面 他说马路上有只大鳄鱼 这只鳄鱼正在逛马路 够大的 同时他还大喊 他说朝我爬过来了 我的天哪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 好几辆汽车在原地动弹不得 也没有人敢下车 法兰西亚饲养的狗 克罗伊叫个不停 法兰西亚事后表示 鳄鱼可能是听见狗叫 才没有再靠近 只见他甩着尾巴掉头离开 最后平安的越过了马路 穿过马路 佛州向来以鳄鱼数量而闻名 目前估计有达120万只鳄鱼 可长到近四公尺长 重量可以超过360公斤 最近一次鳄鱼造成人类死伤 是在2018年 有一位47岁的女性 在遛狗时遇到鳄鱼的袭击 被拖到湖边 最后导致死亡 因为佛罗里达是靠海的 美国南部沿海的这样的一个州 所以说鳄鱼比较多 大家过马路的时候可得小心 好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的情况 我们今天的通报就到这里 你再多无乱我再是北 无论贫穷呀还是富贵 黄皮肤的花和眼睛的黑 我们都是弄得更足足北北 你无弄弄乱鱼 我强调东北 不管来自什么地儿 心灰心灰 无论什么山 世事与非非 我们都要心恋心团结应对 别说五千年前我们是一家 我们今天依然是一家 全世界的华人 我们是一家 全世界的华人 我们是一家 我们血脉相灵在天下 全世界的华人 的是贫穷 least 全世界的华人 ソース Version 全世界的华人 我们是一家 全世界的华人 为ског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